高雄凤山区五号清前发生了车辆对撞事故 肇事的蔡姓男子疑似开车谎旋 高速逆向的撞击一辆休旅车 也导致被撞的驾驶受到的内伤 警方或报道场一查才知道 原来肇事的驾驶不仅是通气犯 车上还藏有许多的违禁品 是独价酿货吗 警方也要追查 清晨一大早许多机车缓缓行驶 黑色轿车跟在后头 但驾驶疑似等不及了 竟然高速逆向 看到对象休旅车也没闪避 果然下一秒发生事故 两部车辆当街对撞 撞击瞬间车壳零件四散 只见肇事驾驶从车上走下来 沿路摇摇晃晃 从另一个角度看 黑色轿车一路逆向 事故发生当下 其他骑士也纷纷减速闪避 车祸现场一片凌乱 肇事轿车车头全毁 被撞的休旅车安全气囊也爆开 可见撞击力道多猛烈 警销货帮道场也赶紧查看 两名驾驶商市 两车对撞 双方的车辆安全气囊爆开 现场人员会受伤 事发在5号清晨6点多 高雄凤山区临森路南华路口 当时一名蔡姓男子疑似晃神 开车高速逆向 猛力撞击一部休旅车 警方事后查出 肇事驾驶不仅是统计犯 还是一名毒虫 低着头模样狼狈 据了解 蔡姓嫌犯是妨害自由 以及炸击通计犯 警方也在车上搜出违禁品 只是嫌犯疑似吸毒上路酿货 如今也得负起赔偿责任 害人害己相当不可取 接下来高雄中报道